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9号 这台是我们的自动粘合机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样品 这个是粘合机装的口罩 粘合机可以装霸装品 所有粘合的生活用品全部可以用粘合机装 这是用点胶机做的 装合机有两种 一种插合的 一种点胶的 这种是点胶的 这是30个儿童口罩 那看一下我们的牛层 然后他首先是从这个 把这个庙要放到这个送料袋这个里面来 这个上面是一个感应器 感应的里面有一个庙 这个中间是个间距 然后这个上面是放那个盒子的 放盒子的庙 然后他会用这个吸盘 这里有个吸盘 他这个吸盘 会把它吸上 吸下去 对吸下去 来了 它这里感应到有料 它这里推进去 它是 它是 它是这里面的感应器是吧 对 这里有感应器 这感应到来料了 这里面有料了 这里面有料了 那么它这个推扎 它就把它推进去 推进去 它一感应到来料的同时 它会把这个盒子把它吸下来 嗯 那这个 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是显示屏的上面可以操作 所有的参数 自动模式啊 暂停啊 然后你的盒子 你要求一分钟达到多少个啊 我们正常点胶机的就是40到45个 嗯 那个速度啊 这里有个效率嘛 嗯 嗯 就是40到45 对 但是你这边放量来不宜 放不及的话 就25个 20个十几个都可以 可以速度快慢了 然后 它这个过来的时候 它过来 它会把那个盒子 一般的把它夹成那个方形的 因为把那个尿夹成方形的 从那里插入进去 从这里 这是点胶子 点胶口 这是射嘴 你看那边有一个射嘴 它会喷胶出来 两边射嘴 射胶的 点胶的 也不叫喷胶 它喷一滴 点一点点在上面 然后它用这个 把那个盒子把它分口 然后从这里挤压出来 这个是点胶机 给我们配的那种点胶机 这些是靠温度 那边 对对 它这个温度到时候 因为起温的时间 基本上要20分钟左右 就把这个 温腔一 温腔二 那个温度 起来到160度 或者150度 然后它自动会保温在后面 起温的时候 那个耗电量比较稍微高一点 后面就不用耗电量了 嗯 那这里是出尿的那个 出OK的成品的那个地方 从这里挤压出来 就从这里出来 对 然后没有尿了 假如这里 没有那个 这个地方 如果说没有盒子 这个上面都会报警的 它这个门盒子有感应性吗 有有有 它自动感应 它这个上面 这个就是报警装的 这个会报警的 那看一下我们的电箱 嗯 这个电箱就是这个就是自动 这个是加速的 自动加速的电源 对 这种电箱是全部统一标配的 好 谢谢啊